洛水大师 师父说咸有咸的味道 吃完饭之后 这位师父又倒了一杯白开水 一边喝 这位大官就说了 是不是太淡了 大师一笑说 淡有淡的味道 这个大官一下子开悟了 不为暂时的失忆去难过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大家 年轻时美丽浪漫 油炉一小碟咸菜 咸有咸的味道 年老时沧桑平淡 就像一杯白开水 人生得意失忆 油炉吃饭的味道 我们很快就会消失 要学会从鲁不惊 把握好自己的心态 你才能驾驭自己的心 让自己的心去追寻 更高的佛的境界 更高的佛的境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